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感谢对长寿礼建设不遗余力的刘胜泉议员 和平福伦社社长李清韦先生 他赞助了50棵桂花树 还有环保队长张文光先生 还有老人会会长李斯坝老师 还有陈泰阳李长 也是刘胜泉议员的办公室主任 还有我们凡事亲力亲为的陈文安李长 相信李长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 那我们今天的阳长小径呢 我先介绍他为什么叫阳长小径 那个长寿礼周围的环境 有阳酬森林步道 有长流美术馆 南侃国小 南侃国中 及南侃高中 通学步道脉络可真为一条阳长小径 阳就是阳酬步道 长就是阳酬步道 长就是长寿礼 透过绿化粽与装点 让阳长小径 孕育在地文化 带起新的友善在地空间价值与绿生活 我们住在这里二十几年了 这条小路原来是张乱不堪 积水严重 蚊虫之身 透气冲天的小路 由于刘胜前一元 陈文安里长的努力奔走 先才有干净明亮的阳长小径 再来还会规划污水下水道工程 相信将来会有更美好的环境 长寿二阶行人徒步区 也是刘胜全议员极力争取 排除各界的阻挠 长寿里的居民及孩童 才能享有舒适安全的环境 长寿二阶行人徒步区的启用典礼 原本邀请刘胜全议员 前来揭幕 但刘议员很客气 后来由市长举办 以用说明会 今天很荣幸你们邀请到刘胜全议员 对杨长小径举行揭幕仪式 让我们热烈掌声 刘胜全议员 欢迎欢迎 下个星期就是植树节了 所以我们今天会 请议员来帮我们做植栽的路化活动 队长 队长 开始 赞列掌声 谢谢刘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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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收换好礼的活动 欢迎各位住户踊跃前往参加 那我们现在请刘预胜全议员帮我们 还有我们最伟大的环保志工队长队长 还有李老师 李队长 郭泰兄 每一次每一次来到我们长寿里 就有每一次的感动 尤其这一次我们的友善 绿生活 我们的洋长小径 他有一个故事啦 有故事的地方最美丽 尤其 刚刚我们张队长跟我介绍到 一凹直射马英丹 往下垂 还有我们未来还要增设两三张鼠子 来故事的洋长小径 会成为我们长寿里 的一个新的亮点 那我相信 文安团队 还有我们所有长寿里 再次来肯定文安 让文安能够为我们长寿里 来付出 来努力 不只长寿二街的徒步区 是一个以后的明明亮点 那我们以后的 洋长小径 也将成为我们长寿里最大的亮点 包括我们洋长小径对面 开闭成为 机车道跟人行道 友善空间并存的 一条巷道 我相信 我们的长寿里在 成文安努力之下 短短一年的时间能够做那么多的东西 文安带头再冲 我们所有的明明 当他的后盾 那胜全因为感动而投入 那也 非常的对各位 有敬佩之心 那在这边 祝福大家 能够健康快乐 让我们的 呃 环保志工队 这件事不太好复权 那在这边对大家也表示敬佩之力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有比赛的活动 来我们的刘盛权艺员 还有我们李四八老师 还有我们张文官队长 还有我们陈泰阳 那个刘盛权主任 那个主任团队 陈泰阳里长 还有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上大家好 好 感谢今天通合日历 今天活动有两个意义 所以第一个我们庆祝我们的 由张文官队长很忧心 来成立这个阳场小径的一个绿带 活化之外 下礼拜就是植树节 我们的植树来种这个植物 避免这个地球暖化 然后今天那么多的乡亲 来参与 我首先要先感谢 就是一样 这个去年 因为巴铭到这个 秦门徒步区 本来是要 很开心向这个完整 因为有太多的非人为因素 所以艺人很客气 又变成那个宣明会 所以这一场 我只邀请 有声群为我们剪斩 好吗 好吗 好 好 然后游远真的很客气 另外 他有答应我们 除了解决 二阶是二十年的问题 另外 现在相信所看到的对面的步道 这边已经十四年了 我相信大家都从这边情报车 有通过小天使这边 这边这边的小巷子 常发生最后一些资安事件 博生人员也协助 大力协助也确定 今年我们的目标 也会完成 人车分道 将来某个车就可以往这边冲行 地专会打薄油路 我们再也不用再走 小天使在旁边这个小路 跟人家人车车祸 尤其到网上资安的危险 这是不是再一次借由你的掌声 感谢刘议演 这也是 这个将近十四年的历史 二阶是二十年 哪一个政治任务会做到怎样 我平心而论 我也是无党无派 对的事情我们坚持到底 对的事情我们叫全力后盾 我一个里长 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大能力去完成 所以是要靠刘胜权议员团队来协助 才能把长寿里更加的建设 更加的努力才能完成 将来后面刚才刘也有稍微没有讲到 污水下水道 预计完工以后 这条的水浸 将来会摆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测位就比较不会这么重了 至少这一个地下的污水道 就回到家庭汇水 就回到十七号会说明会 到时候会请女儿一来参加 还有厂商也会来说明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立名观念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请留四点点来帮我们的独家认合吧 我们来来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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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